住酒店退房时,切记别忘记了带走这三样东西,一位在酒店工作的朋友告诉我,不带真是亏,免费的白拿白不拿,在酒店住宿时,我们有时会对房间内摆放的各类用品产生困惑,不清楚这些物品是否免费提供,是否可以带走,是否需要额外收费。 实际上,部分酒店用品已经包含在我们的房费中,目的是为了便利旅客的住宿体验或提高旅客的舒适度,我们应明确这一点,当我们退房时,为充分利用的酒店用品实际上是白白浪费了,而且,部分酒店用品在旅行途中或回家后仍然具有实用价值,在我们外出时,酒店成为我们休憩的港湾。 然而,许多人因担心使用酒店内的物品会导致额外费用,而尽量避免触碰这些物品,这种观念其实并不正确。 我们所支付的房费已涵盖了诸多酒店用品的费用。 以下是我们可以在退房时免费带走的几类物品。 首先,第一样东西就是洗漱用品,我们可以在退房时带走一次性洗漱用品,如牙刷、牙膏、梳子、玉帽、剃须刀以及香皂等。 只要这些物品的外包装未被拆开,酒店服务员在第二天打扫房间时。 这样,我们既可以避免浪费,又可以享受到这些优质洗漱用品带来的舒适。 另外,浴室淋浴间内的小瓶装沐浴露和洗发露同样可以带走,这些也已包含在房费中,无需担心多拿酒店物品的问题。 尤其对于那些高兴级的酒店来说,房间内配备的洗漱用品往往与大品牌合作,品质有保证,且使用体验良好。 因此,我们无需将其留给他人或赠送给酒店。 第二样东西,一次性拖鞋。 一些酒店会同时提供塑料拖鞋和一次性拖鞋。 这种一次性拖鞋通常是由类似毛巾的材质制成,因此不建议直接穿着去洗澡。 有些客人可能不喜欢使用这种一次性拖鞋,但我们可以将其带回家,在室内使用。 即使穿坏了也不必担心,直接丢弃即可。 此外,还有擦鞋布。 一些酒店会在房间中准备一块擦鞋布,非常贴心。 如果你在旅行中意外弄脏了鞋子,或是想为自己的鞋子增添一些亮点,这块擦鞋布就能派上用场。 退房前,请务必检查房间,不要忘记将擦鞋布放入行李中。 第三样东西,茶包、咖啡包和矿泉水。 每个客房都会配备一个热水壶,方便我们烧开水饮用。 热水壶旁边通常会放置茶包和咖啡包,这些都是免费供我们使用的。 当您使用热水壶烧开水时,可以泡一杯茶或咖啡来享受。 如果这些茶包和咖啡包没有用完,我们可以选择将其带回家继续使用。 酒店通常会提供两瓶矿泉水。 大多数快捷酒店中的水是收费的,但也有许多高级酒店会免费提供两瓶矿泉水。 如果你没有喝完这些矿泉水,可以将其带走,以免浪费。 在酒店中,大多数产品都是免费的。 如果有收费项目,酒店会提前提出标签进行提示。 因此,在使用任何产品前,请务必确认其是否免费。 在住酒店时,尽量使用一次性产品,这样可以提高卫生水平。 请选择使用一次性浴巾和毛巾等,并尽可能自带一次性物品。